今天檢報分量還蠻多的 然後今天的主題是 我們伏計的那個 復健偵測 因為 我們最近剛剛換公司 啊之前 可能今天 如果我們 報告過的 然後 然後 先過做換到的 要回來做 電腦事件 然後 然後 之後換部隊來保一下 復健偵測的 然後就把 都犧牲一下 然後然後 然後 今天 他們有時候是 有啦 不好意思啊 sigmentation is all you need 然後 這是今天的Outline 你這邊 有列出來了 至少有12片 然後 中間有些 幾家家可能 十七八片應該有 那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我可能 比較沒什麼 就是說 可能我不會花太多時間講 然後 我們就直接帶過去 他中間有任何問題 你舉手 直接操控 直接問問題 沒關係 啊 如果 這個問題 你需要討論不到久 我們就可能會後面討論 因為 時間可能會超過到五點 因為 時間我會控制 所以 講的節奏可能會超過快一點 那 然後 現在你有說 我這邊 我這邊總會 從最基礎的 不見偵測 開始講 然後 從一路他的發展 演化過程 一步一步講一下 好 然後三星這張圖 很多人在網路上 都看過這張圖 就是 不見偵測 不在 今天會講的這個清單內 然後 有些路是不在這裡面 爆滿要發的 因為 有些是 魚等各的路 他這個不在這個清單 然後 我們 第三訂這個起來之後 其實我們 最 基本常用的 task 是什麼 就是做 那個 附件影像的辨識 然後 現在一張影像進來 就是貓 讓人知道 這個一千類裡面 貓的分數是 0.92 然後 你就可以知道 這張圖 是交配 然後 我們出的類型 知道 我們還會想進一步 知道他的位置 所以就會做 這個 的動作 然後 這個 的動作 這個 可以做 可以 可以用一個 每個 然後他這邊 抽特質 然後 抽特質 他就會去分類說 他這個是貓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 你說 他在這邊 他的分數可能只有0.1 分數很低 然後 他就是 史萊迪 這個位置 來的 讓大家 好 好 史萊迪 這個位置 就可以得到每個位置 他是分數 然後呢 掃完 就往一個列開始掃 然後他也可以知道 每個位置 他屬於貓的分數有多少 然後 下面也是這樣 然後 他很像掃完 你可以發現這個位置 0.93 超多 睡覺 然後這樣就可以知道貓的位置在這邊 這個就是 不見的 定位 然後 但這個會有什麼問題呢 你看 感覺好像 可以做到這個 可是他其實有 蠻多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他非常的沒有效率 應該在每個位置 他都需要去抽特質 然後去做特質 而且他還有什麼問題呢 以這個貓來說 他的 形狀都是不一樣的 形狀都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我們要做定位的話 我們要怎麼用 以紅色這個框框的 這個 sliding window 去抓到不同寬告物大小的貓 那最簡單的方式是怎麼做呢 就是把貓 把這個影像做不同寬告物的說法 然後也是來聽木頭這樣燒 可是他還是非常非常的沒有效應 而且就是超沒效應的 那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呢 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呢 然後這邊 有一種方式是用requestion的方式來做 然後呢 那個 比如說這個影像 這個是網束石 GT網束石 比如說他貓的標準答案 我們清楚知道他的位置在這裡 那要怎麼讓他來做貓的定位 用requestion的方式來做 然後這邊就是說 抽到特徵值了呢 他就有一個regressor 然後他regressor會吐出什麼 預測出來的XY還有WH 取出這些位置 然後呢 他要怎麼去逼進這個呢 其實就最簡單的那個 min square error 就是那個光束石減掉那個 predition的位置啊 還有他的寬告比 然後去minimize這個 然後就能讓他的hornization 來達到這個mode定位這樣 做這種動作 然後定位完 那這個跟物件偵測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個是我之前在做物件偵測 我這兩個常常搞不清楚的可能 然後就我知道這個物件偵測呢 他跟localization定位 他的差異也在哪 第一個就是說他可以偵測多個物體 多個物體 然後第二個呢 當畫面中沒有任何物體 你要能知道 你要能知道 這個叫背景背景 你要能知道 然後還有其他比較困難的點 是在哪裡呢 每個影像呢 他需要的輸出值 會是不一樣的 以這邊貓來說 他只有XYWH 只有四個輸出值 然後以這個來說呢 他就有四二個 然後你看這一個壓軸的話 可能輸掉就非常多 然後我們今天講第一篇路 這叫OVERDED 然後這個是在2011 我記得跟RCN很近 然後這是燕樂純那個CN發明人 那個團隊他們所提出來的OVERDED 然後就我知道他是第一個提出 利用那個DETERNING來做到 結合同時做影像辨識啊 定位還有物件偵測的內設計 然後那個幾大貢獻呢 有什麼 第一個是提出了 孤零的CN 來達到兩個效率的那個SIMIDING運動 然後第二個還有提出 黃色的MASMA孤零 來做那個 讓那個SIMIDING的效率一下 那這個他的運作原理怎麼做呢 基本上喔 這個 因為他也是用SIMIDINGWINDOW的方式去做 比如說現在是 這是一個綠色光 然後他丟到一個類似的經網路 他輸出會有什麼呢 他會有輸出這個類別的分數是多少 然後還有他的XYWH 他的座標也會有多少 他都會輸出這些東西出來 然後因為只靠一個位置 只靠一張可能不太過嘛 然後他這邊就會去做不同位置的 那個REGRESSION的動作 然後如果每個位置都去找 那其實是很沒有效率的 其實是很沒有效率的 那他這邊怎麼去加強 加強他INFERENCE的效率呢 一方我們做類似的經網路 他都會有一個FULLY COMMITTED的LAYER 然後他其實我們先看這個是怎麼運作的 比如說輸入像是14乘14 然後看這個SIMIDINGWINDOW也是14乘14 然後這是就是無稱路 然後經過CONVULUTION 然後載動CONVULUTION 然後還有POOLING下來 然後還有DUNCENTRON下來 然後最後通常會借一個FULLY CONNECTION嗎 比如說這邊的15個 3個1個這樣 然後呢這個預算量有多少 好了這樣全部蹭法 這樣數量加起來總共有3000多個 可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如果影像稍微大一點 比如我16乘16 比如說我每個位置我都要去做SIMIDINGWINDOW 比如說這個藍色是SIMIDINGWINDOW 我要在不同位置都要去做掃瞄 然後16 所以會有3乘3個輸出值 然後他就會有相對應的輸出的分數 還有MSYWH的值 然後這預算量有多少 就比如說3303乘上9 就是沒有兩萬多的這樣 然後這個要怎麼來優化他呢 你這張影像呢 他就不從INPUT去做SIMIDINGWINDOW 他是直接從整張影像去做CONVULUTION 整張影像去做CONVULUTION 然後最後FULLY CONNECTION呢 他FULLY CONNECTION這邊要把箱拉紙 拉紙然後再去做FULLY CONNECTION 然後他這邊就不做這種事情了 他就直接用一個5乘5乘3的CONVULUTION 這樣去做那個CONVULUTION 這邊去做那個CONVULUTION 然後最後就會得到輸出2乘2乘3 他雖然解析度會稍微小了一點啦 這邊輸出是3乘3嘛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輸出量 這邊是對應的那個1乘1的那個FULLY CONNECTION 然後最後輸出12乘2這樣 然後他的乘法的運算量有多少 這樣全部加起來總共有4000多個 那跟這個方法比起來 哇快了在7倍左右 他大概是這樣做的 所以而且這也是後來很多類神經網路都會採用的架構 就一般不會再接一個什麼FULLY CONNECTION 而是直接把FULLY CONNECTION用一個CONVULUTION把它結合起來 類似這樣 然後呢 然後他這邊論文還有提一個Offset FULLY 那這個 因為 我看後面的論文好像又能不多 所以我這邊就不寫一下 那這個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我後面會講一下他的目的大概是什麼 然後我們假如用那個SLIDING WINDOW 他假如聰明 他會用不同SCALE的影像這樣去做掃遍 所以每個位置他都會有做標誌 他影像放大 他還會實在影響這樣去掃遍 然後他會用剛剛提的 剛剛前列的Offset TORING 讓那個SLIDING WINDOW更密集 然後這邊怎麼去做到這個呢 這個各位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這篇POLOGY 這篇POLOGY 然後呢 假如把所有的SLIDING WINDOW 都把他ACRED EN在一起 都把他集中在一起 然後你看這邊 你看出這個 他的POLOGY訊能 他的信心值 都會集中在這裡 所以我們今天要偵測這個熊 就可以在這邊偵測到熊 然後他 這邊論文有提一個算法來做那個 把那個偵測技補幕堵在一起的這個算法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點那個 細節眼球的吸血眼片去看一下 那最後就能得到這隻熊的重量 的位置在這裡 然後呢 他在2013年兩個 2006的物件偵測 他那時候MAB達到25.3 那我相信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跟我一樣 遇到一樣的問題 什麼是MAB